我靠着上一世的记忆 捡漏了价值上百万的古董杯子 准备为女儿治病 结果老婆一把抓过古董摔碎在地 你个 *** 害我女儿还不够 还要害死我孙女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唐明海和唐仲威都连忙把她拉住 行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闹堂 宋月如沉着脸看向叶峰 叶峰 别说她揍你 连我都想揍你 自己的女儿甚有问题 你就一点也没发现 叶峰愣住 唐仲威眼睛通红 却还是为丈夫做解释 妈 这真不怪她 这种病本来就很难察觉的 什么难查 我就问你 在这之前 你们来医院检查过 哪怕一次吗 唐仲威没有说话 只是站在那抹眼泪 诺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医生怎么说 怎么说 唐仲松冷笑着 医生说了 诺诺是急性肾病 在找到替换的肾源之前 每天都要依靠药物和血液透析 来防止病情恶化 否则一旦引起其他脏性的衰竭 就没法救了 现在一天要上万块的治疗费 你觉得自己能负担得起吗 叶峰听得愣神 没想到小丫头的病会如此严重 爸 你就帮帮我们吧 以后我们一定会努力赚钱还给你的 我不帮 除非这个兔崽子现在就跟你离婚 否则的话 你们自己想办法 唐仲威又气又急 爸 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离婚呢 为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 他是个什么东西 你心里没数吗 嫁给这样的人 你不觉得丢人 我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 他是我老公 而且他现在已经改了 我们 葳葳啊 这是真不是你爸的错 他说的对 离婚对你来说是好事 不是坏事 你别这么固执 听嘛一句劝 跟他离了 诺诺的病 我们来想办法 唐仲威没办法和他们对话 只能求助地看向大哥唐明海 唐明海只是侧过脸去 唐仲威看着他们的态度 激进绝望 哭喊着 你们一定要逼死我才担心吗 他是你们的孙女啊 看着唐家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看清他 现在甚至拿诺诺的病来做要挟 叶峰也忍无可忍了 诺诺的病我会自己想办法 不用你们操心 也请你们不要用孩子来威胁我们离婚 这样做 说实话 是很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我们上不了台面 你也不撒泡的照照自己 你上了台面了 叶峰 你是不是打算找葛总帮忙 我没打算让谁帮忙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这件事 你们信也好 不信也罢 这都不重要 行 你有骨气 我就看你怎么解决这件事 走 说完唐锦松就拉着宋岳如离开了 唐明海犹豫了下 威威 爸妈都是为你好 你自己也好好考虑一下 别那么溜 唐明海只好跟着离开 没事的 有我呢 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现在怎么办啊 医生说 就算能找到免费的肾源 手术费也得几十万 我们上哪弄这么多钱去 这时候 一名故事走了过来 病人家属去把这两天的医疗费交一下 马上要进行血液透析了 我去交钱 你先休息一下 别哭了 不然等弄得好起来 你再累倒了 唐仲威擦着眼泪 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要不然我们找葛总帮忙吧 就算利息高点也行 叶峰摇摇头 钱好还 人情难还 这是我心里有数 暂时先不找他 我再想想 有没有别的办法 真不行 我再去找他 唐仲威看着他 欲言又止 刚走到分诊台 叶峰忽然想起了 记忆里的一件事 立马匆匆离开医院 炒股丸接而去 根据记忆 叶峰来到一家 名为子余轩的店铺 店员立刻走上前来 先生喜欢古董 还是文丸 我们这里都是真正的好东西 或真价实 叶峰没理他 在柜台前扫试着 很快 发现了自己要的东西 这个多少钱 这是唐贷的杯子 价值连成 最少二十万 叶峰强忍着心头的激动 瞥了他一眼 你把我当傻的吗 谁不知道 古玩街最出名的就是假货 五百块 我拿回家喝啥用 五百块 显然是不可能买下来的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叶峰 以一万年的价格 买下了这对杯子 他激动地带着杯子 回到医院 却看到唐仲威 正和护士争吵 怎么可能没交够 我老公明明去交了治疗费的 肯定是你们医院打错账了 不可能错账 你看 根本没有入账记录 我特意找收费出药的 唐仲威脸色通红地 看着护士手里的证据 手指狠狠地握成拳头 怎么回事 唐仲威抬头看向他 咬牙问 你交了多少钱医药费 叶峰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医疗费我还没交 拿钱去买了这个 这东西价值不菲 明天我去卖给一个古董大师 就能换来 叶峰 唐仲威歇斯底里的怒喊子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们唯一能给诺诺治病的钱 你知不知道 这是诺诺的命 你听我说 这杯子真的很值钱 你看上面的花纹 它其实是三百年前 我不想看什么狗屁杯